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最近发生了一个事件 我一直没有讲到 今天跟大家来分析分析 那么最近的事件太多了 我们这个节目 大概一天最多也就是一两期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节目 也不是以快讯建成的 还是以分析 后续的解读为主 我们也不求快 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事件 我们还是基本都能照顾到 其中有一个事情 就是在前几天 在美国媒体爆出来的料 就是美国川普总统 收到了一个最高的机密讯息 这个讯息是什么呢 就是在阿富汗 中国在出钱攻击 驻阿富汗的美军 这个消息最早是由 Axio这个媒体爆出来的 后来也得到了 美国白宫的官员的证实 这是12月31号 美国之音又再一次的 证实这个消息 也就是前两天 白宫的官员说 这个情报是在12月17号 写入了美国总统的情报 这个简报当中 然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奥布莱恩也向川普总统 口头汇报了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觉得爆出来之后 很多的五毛小肯红激动了 开心了 觉得真的是厉害了我的国 中国政府现在 中国这个国家真的是强大了 居然敢对美国发动战争 或者说居然敢对美军发动袭击了 太厉害了 咱们现在真的是扬美吐气了 对吧 富国枪兵 不把美帝看在眼里了 当然了 这么说法 很快会被中国官方打脸的 因为中国官方不承认这一点 我们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他就说 说这个是对中国的污蔑抹黑之词 完全是无稽之谈 是彻头彻尾的假新闻 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破坏中美关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汪文斌的这个说法 这里边少了一个主语 他说这是破坏中美关系 那么主语是谁 谁在破坏中美关系 或者说制造这种讯息 这种情报 告诉美国总统川普 对吧 这是谁给出这个消息 来意图破坏中美关系 他没有讲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看到这个消息 当然了 很多的国内的一些 五毛小粉红很激动 觉得我们现在扬眉吐气了 这个当然他们是很幼稚 很无知 同样我们也知道 外交部的这种说法 这种否认 也是很无力的 也是不可信的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来观察 就是在我看来 实际上阿富汗这个情况 我们都知道阿富汗现在是 至少有很多派别之间 有这种争斗 即使在塔利班内部 也是有很多派别的 这个是非常多的 错综复杂的利益的关系 那么总的来讲 现在是阿富汗政府和反对阿富汗政府的塔利班武装之间的一个冲突 这个情报里讲的很清楚是说中国出钱给了非国家行为体 什么叫非国家行为体 就是民间势力 就是民间的武装势力 要不然就是塔利班武装 要不然就是相关的恐怖组织 就是这么简单 它不是阿富汗政府 它是给了非政府的团体 来攻击驻阿富汗美军 所以说 这里边就有意思了 中国政府一直在阿富汗 是有渗透的 然后收买这些阿富汗塔利班也好 或者是恐怖组织也好 然后去镇压维吾尔人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 之前也讲过的 那么中国政府 中国间谍在美 阿富汗也非常活跃 同时中国的武器 也是供应给了这些反政府的武装 对吧 很多武装都是用的是中国的武器 所以说 中国花钱给阿富汗的某些团体 来攻击美军这种说法 是非常合理的 是可以解释通的 那么更关键的问题是在于 为什么这个消息被爆出来了 为什么这个情报放在了美国总统的情报简报当中 放在了川普办公室的桌子上 并且这个消息居然还被媒体得知了 然后又被白宫的官员证实了 什么意思呢 这边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说这个消息是怎么爆出来的 是谁爆出谁告诉美国的 告诉美国情报机构的 这里边很可能就是收到中国钱的势力 他们收了中国钱 但是跟中国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冲突 或者某些势力 跟被中共收买的势力之间发生了冲突 就把这个消息给透露给了美国 这是一个层面 就说明中国在阿富汗的经营出现问题了 中国在阿富汗的势力实际上是卷入了阿富汗内部的派系斗争 然后有些人对中国非常不爽 把这个事儿爆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 第二层的关系就是说 这个事情放在了美国的白宫的情报当中 然后是谁透露给媒体的 美国媒体长期是在白宫是有线人的 这些线人一般他们如果是绝密的文件 绝密的情报不会暴露给媒体的 一定是白宫川普政府受益 说这个事情可以说 然后通过某些白宫的官员 透露给他们相关的媒体 这说明了白宫收到这张消息之后 他也希望把这个消息爆出来 让人们知道中国在阿富汗所作所为 所以说这是两层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面临两个敌人 一个是美国这毫无疑问的事情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阿富汗本地的势力 要不然就是阿富汗政府 要不然就是阿富汗相关的反政府的武装势力 他们对中国不满 他们跟中国有冲突 所以那些五毛三万红真的也不必高兴太早 就是当中国的手伸向阿富汗 他无法完全掌控的地盘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卷入到这里边的纷争 他可能就无法自拔 他可能反而会深受其害的 美国进入到一个地区的时候 他一定是有全方面的考量的 至少他要派美军进驻的 美军进驻 大量军事进驻 他都控制不了 完全控制不了地区的时候 你只派几十个间谍 或者是你只是卖点武器 怎么样的 或者是收买几个人 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局势 你随时会被出卖 你随时会被反咬一口 这就是中国在阿富汗的最后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说强龙压不了地头蛇 这里边地头蛇的掌控 他们对中国资本 中国武器 中国的间谍的这样的抵触和不信任 这个是一定存在的 他们一定是随时会谈不拢就要闹翻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爆出来 就说明这一点 那么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 这个其实说大也挺大的 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居然在另外一个国家 收买一些武装势力攻击美军 这可以被看作是不仅是挑衅了 简直就是宣战的一个行为了 所以说如果白宫想把这事情闹大 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事情闹大 就是借这个事情对中国进行打击报复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极力的否认 说没有这事 这个是抹黑 是污蔑 这也是因为他们怕美国的报复 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可以把它上升到很高的高度 你一边跟我做生意 你一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说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 但是你却在背后去搞这种手段 甚至是去伤害美国军人的生命 这个是美国政府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不是说美国政府在其他国家没有搞过政变也好 或者是跟恐怖组织做交易也好 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你现在这可是发动军事袭击 直接对美国发动军事袭击 而且你又是中国 你又是跟美国这么密切的一个贸易伙伴 这可以被美国看作是在背后插刀 这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他那种背后插刀被曝光了 被抓了一个现行 但是也说明了中国的策略的改变 就是过去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现在他觉得自己底气足了 觉得有钱了 觉得全世界都要依靠中国的供应链了 然后欧盟也要跟中国做生意了 谁都不能离开中国的时候 他就敢于做出这样的行为 邓小平我想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江泽民几乎也不可能这么做 江泽民时代是什么时代 是美国经常过来挑衅的时代 美国跟中国发生的冲突 是美国所谓主动一方 中国是属于被动一方 但是居然在阿富汗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也说明了中国现在是 从韬光养晦走向了有所作为 而这个作为 现在步伐跨了这么大 有所作为居然直接要攻击美军了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政权是多么的膨胀 现在是多么的觉得 真的是厉害了我的国 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挑战美国了 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实力 可以让美国的日子不好过 但是中国政府的做法 它还是非常灵活的 一方面是做这样的攻击行为 但是攻击当然是 他是不承认的 他是在私底下的 是收买一些势力来做这种事情 他不会直接去做 不会去派解放军去做 这样的话性质就完全变了 但是他至少走出了这一步 同时他还有一些柔软的手段 什么手段 就是渗透和统战 比如说我们看到 就在最近这几天 美国媒体国家脉搏就爆出了 连续爆出了好几个料 这几个料 这几个料是直指拜登身边的人 被中共收买和渗透 最近拜登不是选了很多的 未来的白宫高官吗 其中有一个人是白宫预算办公室的主任 他叫Tandon 这个人他现在任职 是一个美国智库的主席 这个智库叫做美国进步中心 然后被媒体爆出 美国进步中心 在过去十几年以来 一直是非常积极的参与 所谓的中美交流 友好的活动 而且参加在中国举办的 各种各样的宴会 论坛合作会议等等 这些活动都是一个叫做 中美交流基金会的组织举办的 而中美交流基金会 背后他大佬是 曾经的香港特首董建华 就是最近说 有习近平是中国人的福气 那位董建华 他来主导的组织 这个组织是一个典型的统战组织 然后去拉拢美国的政商界和媒体 来跟中国进行勾兑 比如2016年的时候 中美交流基金会就举办了 14个人的代表团 14位在美国的政商高层来到中国 甚至跟中国的解放军进行会谈 进行所谓的合作交流 我们看这张照片 就是解放军和代表团的合影 那么这个代表团里边 就包括了拜登 奥巴马 克林顿时代的一些 美国的非常重要的官员 其中也包括拜登 曾经的国家安全顾问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些人非常积极的 跟中国有这样的交流合作 而且他们共同还发布报告 这个报告就是说 中美要加强合作 甚至还要加强军方的合作 国家外国甚至还查到了 就是说美国进步中心 他的曾经的一个老板 叫做波斯塔德 这个人曾经担任过 希拉里的竞选团队的主席 就是在2010年美国大选的时候 而这个人的一个兄弟 曾经还收了美中交流基金会的 30万美元的一个项目的资助 然后来研究所谓的中美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 来证明他们之间的勾兑的情况 而且据纽约时报之前的报道 波斯塔德他的游说公司 就是他的弟弟创立这个公司 在拜登宣布他当选总统之后 各种各样的合同 如雪花般飘来 涉及到能源科技国防等等 各个领域的这些企业 都来找这个公司 让他们来参与游说工作 这里边难道没有中国吗 过去就收了30万美元的 中美交流基金会的钱 那现在呢对吧 所以说这些人他们是不会看 这个钱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他只看来多少钱 所以说这就是很可怕了 他过去的这个劣迹 是满满的劣迹 让我们看的一清二楚 跟中国的勾兑 这很明显就是中国 对美国的一个高层的渗透 让这些未来可能会掌权的人 或者是赢奖政策的人 让他们能够更加亲共 更加亲中 这样的话可以给中国一个 这个发展的机会 继续的去盗取美国的技术也好 或者是最终要超越美国 挑战美国的霸权 等美国真正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那么除随外国的脉搏这个网站 它之前也爆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中美交流基金会 它同时还组织了 大量的美国媒体参加私人晚宴 以及到中国的旅行 以此来给这些美国媒体进行统战 收买他们 比如说它有点名 福布斯 金融时报 新闻周刊 彭博社 路透社 ABC 还有经济学人 华尔街日报 美联社 时代周刊 洛杉矶时报 然后国会山 然后BBC 还有大西洋月刊等等等等 这些几乎囊括了 所有的美国主流的媒体 我们看整个名单 参加过这些活动的名单 非常非常的全 囊括了所有的主流媒体 他们都参与了 跟中国的这种交流活动 私人晚宴和到中国的旅行 当然这些费用 全部都是由中国来出 由中美交流基金会 这个统战组织来出 当然背后 就是由共产党来出 那么你在这些媒体上 发表一些 对中国政府不利的一些 内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 有可能就发表不了了 或者是有可能会被删除 被和谐 因为这些媒体 收了中国的好处 或者说 他们已经被中国政府 说服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中国政府 它的做法是 一边在破坏美国的国际战略 甚至攻击美军 另外一边 在不停的收买美国的政要 美国的媒体 这是两手策略 已经被曝光在我们的面前了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之前是支持川普连任的 因为川普的连任 是可以对中国进行制裁 打压 围堵 以及跟几个盟国 形成印太战略 对中国造成一个封锁 可以打击中国的气焰 和他们这些手 伸向全世界 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的 这种野心 但是很可惜 现在是拜登 他的上台的可能性 要远远大于 川普连任的可能性了 所以这也为什么 我会判断出 如果拜登上台的话 他会给中国 更多的喘息的余地 那么后面 中美之间这个关系 如何收场 就越来越困难了 等到美国真正反应过来 真正要面对 中国这个威胁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不会通过什么谈判 或者是这种合作 能够解决这些纷争了 到那个时候 连制裁可能都没有效果了 只能出现 中美之间的战争的局面 或者是在一些局部地区 爆发军事上的冲突 这个可能是未来几十年 我们会看到的一个场景 当然这个是 我们不想看到的 我们不希望出现 这样的战争的场面 我们还是希望通过 对中国的打压围堵 最后让中国的体制崩溃 从而为这个世界的自由和民主 消灭一个敌人 但是拜登和哈里斯上台之后 他们可能会断送 美国目前所处的优势 从而到后面 这个一发不可收拾 这期的节目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这期的公子时评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而且我开通了会员的功能 我们会员节目 会每期介绍一本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